好了 十四个年轻松 哈喽大家好,我是KK 距离我们上期更新视频刚好过去了两周 那KK的草坪在这两周时间里 从这样变成了这样 那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在过去的两周时间里 KK都做了什么 那同样作为养殖暖鸡草的你 可以从我的经验里借鉴到什么 然后我们再来聊一聊冷鸡草 那在秋天的这个时候 你在播种的时候需要注意些什么 那我们先来聊暖鸡草 在上一期节目里 KK跟大家说过 在秋天的这个时间里 你可以做最后一次的 伯妙大草坪高度重置 那对于这个高度重置 或者是将高度割到最低 有很多人是不一样的意见 那有的朋友认为 割得过短的草坪很难维护 并且你也需要增加割草的频率 那这点确实是不假 但是 对于伯妙大种草坪来说 如果你想让你的草坪更加紧密 更加厚实 那你就不得不维护一个 相对较低的割草高度 有的朋友家里养殖的是 伯妙大的改良性品种 那这种品种往往不能够 从种子开始建立 但是 它们可以维护在相对高的 一个割草高度 也可以保持草坪的浓密 那这种情况下 你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 相对较高的割 你的本命道草坪 并不会有太大的问题 但是我还是想说 如果你种植的是 普通的本命道草坪 或者是从种子 建立起来任何本命道草坪 你也需要维护一个 相对较低的本命道格草高度 这样你的本命道草坪 才能维护在一个相对紧实 相对浓密的草坪密度 那当然了 如果你家里的本命道草坪 本来就是相对紧实 相对浓密的改良性品种本命道 降低割草高度 来维护一个更低的本命道草坪时 你还是会获得 完全不一样的本命道草坪体验 而另外的一些说法 比如说草坪割得过低更容易死 比如说草坪割得更低 会增加水的蒸发量 那这两种情况 是完全不适用于本命道草坪的 那其他的草坪 或多或少的 确实有一些影响 然后我们再来聊一聊 上周我还做了什么 那跟KK上期节目里提到的差不多 我对草坪进行了一次营养补充 也就是氮元素的补充 氮元素对于草坪涨液来说 十分重要 那为了加快这个涨液的速度 KK使用了快适型硫酸胺 它的这种快适的结晶力 氮元素含量 占21%左右 那当然还有很多其他 快适型补充剂 比如说尿素 它的氮肥含量高达40% 只不过尿素 更加适用于北方的酸性土壤 而如果你家里的草坪 生长在一片碱性土壤上 那么硫酸胺 会是更加优质的选择 当然了 除了这两种快适型肥料以外 大家还是可以使用 之前KK在视频里提到的 快适型花肥肥料 那这些花肥肥料 虽然氮元素不是那么高 只有10%到15%左右 但是 它们也是非常优质的 便于获取的 快适型草坪氮补充剂 那最后除了这些以外 KK还使用了腐质酸 那腐质酸这种东西 大家可以看作一个补充剂产品 你可以使用也可以不使用 但是如果你使用 在秋天的这个时候 也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它不仅可以帮助改练你的草坪土壤 还可以帮助你的草坪 更加快速地 吸收这些你吃进去的营养含量 那最后啊 我们花时间来仔细聊一聊 冷液草坪 秋季播种的那些问题 首先 雨水其实不一定是最好的朋友 相反 很多朋友种草子 80%的失败原因 是由于水过大的问题 雨水会移动草子 那如果你的草子被冲走了 自然也就长不出草来 那另外呢 如果你的草子刚刚发芽 过大的雨水 也会冲断草子又嫩的根系 从而造成种草失败 那对于这种情况来说呢 草坪蒙发炭 或者是草坪覆盖的茅草层 是一个不错的选项 包括如果你补充的地方坡度过大 或者是过度雨水冲刷的问题 这两个选项 应该是你优先考虑的 两个选择之一 那另外20%种草失败的原因 其中有一项往往是因为 草子不能够与土壤完全接触的情况 我们说的土壤与草子完全接触 指的就是字面上的 草子与土地完全接触 而并不是说 你的草子可以覆盖到你的草叶间 或者是被茅草层所割断 生长在叶间或者是茅草层的草子 虽然它们可以发芽 但是它们不能够完全长大 甚至成熟 这点大家需要仔细注意 那解决方式呢 就是需要你提前准备土壤 将你的草坪割造高度相对来说降低一些 然后使用detector或者是其他的机器 将覆盖在土壤上方的杂质清除 在处理之后 你的种草成功的概率就会大大提高 那另外呢 有的人也建议 既然草子不是很贵 那我们就可以多剥挞一些草子 来提高种草的成功率 那这种情况呢 KK也并不是完全认同 那如果你的草子剥挞得过于紧密 那么你刚刚生长出来的草芽 就会面临非常严重的竞争 这种竞争不单单包括阳光水分和肥料 还包括土壤的空间 以及草叶间的空气流动的速度 那一旦草叶间没有足够的空气流通 那往往意味着 你的草坪将更加容易感染草病 而这种草病 是非常容易带到冬天去的 最后啊 我建议大家如果新种草坪 在前两周或者是前一个月里 尽量使用starter fertilizer 这种肥料往往带有较高的磷肥含量 而磷肥这种东西 对于刚刚生长出来的草坪优雅 对于它们的生根的促进作用 是非常明显的 那最后啊 就是KK最近的事情确实很忙 有的视频来不及做 有些大家的评论也来不及回复 希望大家可以理解 如果你有问题的话 也欢迎继续在视频下面留言 那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